中国要我们本地煮的 哦 全部用本地煮的 啊 本地煮的我们不要 他家这个做的跟别人家还不太一样 别人家一般正常都是大锅做的 他家用一个小锅做 你如果大锅的话 你早上一锅出来已经都全凉掉了 全凉掉了 这个是口条 胡奶奶猪头肉 这个是富安的一条老街 你看门口停了这么多车 全是来买乌奶奶猪头肉的 他家有费啊 那个时候老公是这样的 哦 还有呢 必须和那个还好啊 哦 要来 老子话你不看那小地方 那里面现在怎么做的 三个点 还有 还有 这猪头肉好像都是现药现拆 啊 这样的话人家才看到信息 那像那个拆下来的那个碎肉 要不要了 这个不要了 喂狗 哦 喂狗 你这个鸭狗 火是多包啊 现在吃猪头肉 嗯 我们家鸭吃不了的 好 送给人家 这个装的都是人家定的是吧 嗯 都是 都是 这看着就烂 嗯 大姐现在咱猪头肉多少钱钱啊 四十七啊 四十七 我十四岁就跟我姑妈 跟她做这个 我跟她后面做了二三十年 家庭很穷嘛 上屋子熟嘛 就跟着我姑妈后面做这个猪头肉 这个猪头肉看起来 露得特别烂 对 你猪头肉不做好了 嗯 就卖不掉了 有一个质量 还有那个洗衣要把它洗干净了 卫生要搞干净了 还有那个不能吃的东西 要把它清理掉 那你今天做了多少个猪头了 八九十多吧 那平时正常就这么多吗 嗯 差不多吧 鸡脚肉也比较多一点 啊 这都没有了吧 还有 这个锅里还有 那个 大锅我没这个好 外面的没说 底下的就说了 这么多 你说你今天晚上就能卖掉了啊 嗯 都卖了 这个呢 烧多少就买多少 这个还没说完 还要买一块 你看你满头看 这偏热 偏热 好热呀 天气有点热 大家身体多好啊 嗯 全面 这么多这么多人的 一直没不多了 又没了一个又好 我没不多了 这个做的 你应该 这个等于说原来就是吴奶奶做的 对 年纪大了 年纪大了 然后就交给你们做了 吴奶奶今年靠八十岁了 我们住了七八年了 她住了几十年了 现在大概有四十多年了 但我看你家这个猪头肉好像没什么颜色 按不上颜色的本身 一点颜色都不上 可是我们这个不叫色的话 那个住手的标准比较高一点 降了色以后 像上面有一点半顶 那就不太明显了 像我们这一种地方 这住手的标准很高的 你有了半顶的话 你可以看得出来 就凭着一间小厨房 一天能做几十个三百个骨头 这个是够厉害的 这个是够厉害的 这还有一个小黑板 上面都是一定的 明天中午肉三斤 耳朵两个 你看 太好吃了 吃了好多年了 好吃真 吃鸭肉了 好了 吃了不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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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举这举杯 那我去哪里 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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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都没有了 它才一块 都败光了哈 今天啊 卖得很快了 对 你家生意这么好啊 有没有人要来跟你学啊 有啊 但是我不带头的啊 给钱我也不叫 给钱也不叫 对 我们在这边拍了 有两个多小时 买猪头肉的人就没停过 生意太火了 生意太火了 刚刚出锅的猪头肉 这个是富安比较有名记的 叫五奶奶猪头肉 这个猪头肉啊 卤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它这个肥肉啊 吃起来啊 也不是那么太油腻的 因为它煮的时间长了以后啊 它里面的油脂啊 都被煮出来了 所以肉吃起来 并不是太油腻的 吃猪头肉还是要带点肥的 像这种带点肥的 最好吃的 它们这边的猪头肉啊 做的都是非常软爛的 而且最重要的就是 这个猪头肉呢 它是没有上什么色素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都是本色的 你看它煮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连这个瘦肉啊 都不是太柴的 一般我看 很多人家做这个猪头肉啊 正常卤个两个小时 就差不多了 但是它家煮了 说有五个小时 吃到嘴里面呢 那个味道 就是很清淡的味道 略微有一点点那种五香味 但总体来说 它主要是吃的那种肉香味 非常香